熟悉的对手,但不是想要的对手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抽筋仪式结束 虽然八强中英超只剩向曼城和利乌浦两支球队 但却被直接抽在了一起,迎来英超内战 尽管曼城本赛季在英超和欧冠都有出色的表现 但利乌浦却并不是一个他们想要碰到的对手 在目前的英超积分榜上,曼城积分已经达到81分 战绩是恐怖的26胜三平一负 而这一负正是拜利乌浦所赐 英超第23轮,利乌浦在主场迎战曼城 张伯伦为利乌浦首开记录,萨贝为曼城搬平 随后菲尔米诺,马内和萨拉赫连续进球 帮助利乌浦锁定胜局 贝纳尔多和京多安的进球也没能挽救曼城 曼城3比4遭遇了本赛季第一场失利 不过在双方本赛季第一次联赛交手中 曼城曾经送给利乌浦一场5-0的惨败 但那毕竟是赛季初 利乌浦送给曼城赛季首败曼城和利乌浦 彼此之间已经非常熟悉 而利乌浦作为英格兰传统豪门 对曼城的交战记录也保持着上风 虽然最近几个赛季曼城连赛成绩出色 但利乌浦已经连续5个赛季 能够至少击败曼城一次 而曼城上一次能够在一个赛季 被利乌浦全胜 竟然已经是在1935-36赛季 对瓜比奥拉来说 克洛普也称得上是一个熟悉的对手 早在执教拜仁时 他就和执教多特的克洛普有过多次交锋 克洛普两度从瓜比奥拉手中抢走了德国超级杯 并终结过一次拜仁的德国杯冠军之路 双方转战英超后 瓜比奥拉在四仗克洛普的比赛中取得一胜一瓶二负 还稍处下风 在谈到利乌浦时 瓜比奥拉也承认对手的强大 克洛普是顶级的教练 喜欢攻势足球 而利乌浦是强队的克星 从风格上来说 瓜比奥拉率领的曼城和克洛普的利乌浦 都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 打打都是进攻进攻在进攻 这样的比赛对球迷来说固然好看 但对于球员和教练来说 这样的比赛充满着未知 结果很难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对于志在欧冠取得突破的曼城来说 利乌浦确实不是他们想要对阵的球队 巧合的是 曼城和利乌浦恰巧是目前应超进攻能力最为强悍的球队 曼城联赛已经打入85球 利乌浦也打入68球 进球数分居前两位 射手榜是两支球队也十分抢眼 萨拉赫打入24球还在榜首 但21球的阿归罗 15球的斯特林非居三四位 萨拉赫身边还有菲尔米诺和马内两位强力帮手 但曼城这边得布劳内 萨妹的进球能力同样不容忽视 可以预见 这将是一组不缺乏进球的两回合大战 萨拉赫是目前应超射手王 对于曼城来说 最大的利好消息 莫过于他们距离英超冠军奖杯 只有支持之谣 可以将 萨拉赫磷